因為賣這些東西應該是 應該是沒辦法賺到錢 ok 好 那再來的話 ok 那再來就是往下這個 總共有幾列呢 回傳回來六列 然後就新增 分別新增22寸螢幕 然後複製過去 再來就是併表機 有沒有再來就是往下 筆記型電腦 再來就是 桌上型電腦好 然後把它貼過去 然後再來就 再來就是電腦周邊 ok 好 跳離 刪掉第一 個然後並且就是 刪掉然後 AUTO 就是試動篩選清除掉 離開 好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基本上大概這樣跑完了 那一樣的方式 所以這樣做完畢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產生我們要的結果了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 試試看 那我再亂一次 這個基本上應該沒問題 我把這個 中段點拿掉好了 所以最後做出來的話 啟動表單 選一下 業務 確定 他就自動跑了對不對 然後在產品別 確定 自動產品別 所以你會發現 客戶比較多了 會跑比較久一點點 就是這樣子 他就自動跑 但是基本上 我們會比較 花時間應該就是在切來 切去 切來切去 切去 切去 一些動作 所以如果說 當然你可以要效率高一點的話 恐怕還是要用類似資料庫 會稍微快一些些 好 好那最後的話 大概類似像這樣 就可以切 刪掉 然後再再產生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基本上就完成 我剛剛所講的 第一個 這個我想沒問題 再來就是 呼叫這個地方 會有 按 點兩下之後的話 判斷 傳參數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試看 就是第一個的話 就是在那個 這個確定 點兩下 然後 根據什麼 根據那個CB01底下 裡面所取得的 到底他選哪一個 然後再呼叫那個 我們的副程式 快速分類 我這邊是寫Q9 你都如果沒有Q9 你就不要打Q9 不一定完全照我 這個程式 然後傳遞3 他就是第三欄 傳遞4就是第4欄 就產品別 一時類推 其他的話 再修改一下 基本上 這樣的話 就完成我們快速分類的 這個 這個程式 有 這次 這次 有 有 有 谢谢大家